你发现了吗 最近的胎州雨量渐多雨势渐涨 而这便是立夏带来的改变 时至立夏伴随着日光与雷雨的交替 万物变得更加繁茂 就在今日海拔1098米的天胎滑顶之上 成片的杜鹃终于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赏巴杜鹃回到胎州的街头 吃一块乌饭麻糍 以求去风败毒免遭蚊虫叮咬 孩子们忙着斗蛋胜者为王 输了也可大饱口福 吃完用大杆秤记录此刻的体重 到了明年此时 便知这一年家里的孩子长了几斤肉 立夏天气渐热 我们不如来这里做一把领根草鞭蒲扇吧 陈老师你好 哇 你这扇子做得好精致呀 店内的扇子草帽灯罩蜻蜓 做工精美颇具意趣又不失实用 灯芯草制作的扇子带有自然的草香味 闻到这个味道 回忆就在心头弥漫开来 领根草鞭原本流传于领海领根村一带 用江南独有的灯芯草原料 以手工编织成草帽 普扇等生活用品 为省级飞翼项目 第四代传承人郑仙宏 从七岁开始学习草编 至今已有五十余年 如今为了更好地推广这项技艺 干脆把店搬到了紫阳街 在他手下 灯芯草经过玄草 起头 结麦古星 嵌花添草 绞花 采草收编 禅菩扇币等一系列工序 最终成了一把把形态各异的菩扇 凭我自己的一份初心和街心 把草壁文化垂成发扬光大 也是我们老祖宗也有下来的东西 不能忘 像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 它是一根小小的灯芯草 编成一把小扇子 那好多人都拿着这个扇子 买我的扇子就想起儿时的回忆 哎呦 这是我奶奶 我外婆给我咬一咬的